台名部分先后610巡龙夺宝 三千年前的中国北方 皇帝为抵御外敌住亲 借走了神龙的龙珠 英语胜利后还珠于龙 皇帝却在战斗中牺牲 龙珠不知所终 时光转瞬 一个中澳联合考古队 凭借当年流传下来 等墓葬徒发掘皇帝之墓 此时 南海乔西与女孩临近 无意中 踏上了寻找龙珠的神秘旅途 荡漠集团的魔掌 就跟在他们身后 六九 次灵次灵游州杰伦 岭志灵 陈道明 曾志伟登主演 于2009年12月9日 在中国上映 围绕大漠深处一座失落古城 讲述两个墓地 不同群体的寻宝探险故事 一群人努力保护土地 不被破坏 一群人紧图探古群宝 谋的私立 No 叶道真飞墓 这部分子可算是老片子了 听网上说 有些镜头特别吓人 真飞坐起来那镜头 真有人当场吓鸟 真是名副其实的重口味优秀片 值得推荐 No7 神话美丽的公主 结婚的将军 一条一的大将对决 莫名其妙的梦境 时空交错的蒙太奇 偏执的科学家 宏伟的古建筑 飞天的圣算 性感的我女 睿智的长者 成龙式的幽默打斗 豪自乍现的条斗 哀怨的嫔妃 奸臣的阴谋 不将的忠诚 令人感动的神马 热血沸腾的拼死一搏的英雄 敌手的尊敬 国产县里难得一见的想象力 漂浮在天空中的宫殿与大军 等待三千年的爱情 生死之间的情谊 对了 还有不能没有的聪慧的武功高强的反面角色 这就是神话 Number 6 古今大战秦永晴公元前二百多年 秦始皇抱怨舞蹈 民不聊生 方是徐福片的始皇信任 征召众多童男童女 东路蓬莱寻取长生仙药 曾因搭救秦始皇 而被封官刺剑的郎中令蒙天放张一谋士 与应征少女韩东尔蒙丽是一见钟情 偷偿敬国 以欺君之罪被赐死 行刑前 东尔暗将徐福练就的长生不老金丹 送入蒙天放口中 自己投身摇卢 殉情而死 蒙天放则被尼锋未用 至于皇陵 No 九层妖塔 胡八一 色类王胖子率领一行人便在王子墓 石油小镇等的遭到不明生物的轰炸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再度指向九层妖塔 而这次等待他们的 将是一个尘封以千年的未解之谜 No 四 夺宝器兵为了使希特勒的计划破灭 印第安纳琼斯博士 哈里森斯博士奔赴尼伯尼伯尔 一边奋力挖掘蛛丝马迹 一边还要与无孔不入的纳粹分子周旋 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异于常人的胆量 极大无畏的勇气 琼斯终于在罗马找到了 只是约贵位置的太阳手杖 继而发现了约贵 No 三 地下墓穴继承了父亲一致的斯加利 在新进一次冒险中 从伊朗一座即将被炸毁的墓穴里 找到了传说中的罗塞密钥 这个关键发现 可以帮他找到点金石的蛛丝马迹 这几个胆大万为的年轻人 随后试图闯入埋葬着六百万尸体的巴黎地下墓穴探险 而恐怖的体验也就此展开No2 熊龙觉 这才是正宗摸金饭鬼吹灯 其二代表了中国商业片 和工业制作的顶级水平 故事一般但流畅叙事 情节跌宕不失幽默 大气的场景和道具 且为地域特效场面震撼 黄渤下雨各自耍宝 颇具喜感 敞花沉坤进化魏猛男 书其劳拉附体 只是反派有些弱 中国版夺宝席兵 No1 盗墓笔记落魄作家为了写作素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